9月19号 美空军派出RC-135U电子侦察机 在黄海东海 对我进行高强度抵近侦察 首先是恶意抵近 从航机来看是紧贴海岸线 第二是力挺日本 另外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 对于台海地区来说也不安宁 所以除了所谓的挺日的信号 恐怕也有挺台的信号 美海军展示所谓远征发射系统 媒体解读称未来将部署亚太 里根号航母将和韩军进行连沿 一系列动作背后 美军的意图是什么 我们说巷装武艰一代配弓 这个配弓恐怕也指向中国 面对大国的远战武器装备 它要从棕色重新退到蓝色 进行新的所谓战略调整 日本防卫省与设立统一指挥 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 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 在印度洋搞反潜演习 日韩两国官方就双方领导人会谈 各说各话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问亚美尼亚 并提所谓安全承诺 俄乌冲突背景下 美国为何要将手 伸向俄罗斯后院 乌克兰希望德国提供坦克 还想让美国给德国打个样 这一类军援又会对战事 产生什么影响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今日美空军派出RC-135U电子侦察机 对我进行高强度抵禁侦察 与同时美海军还展示了 所谓远征发射系统 外界猜测这型装备 未来将频繁亮向亚太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 9月19号 美空军一架RC-135U电子侦察机 从加首纳起飞 穿过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而后沿着中国大陆东海海岸 静直向北飞至焦州湾 倾倒近海 与此同时 媒体上传了 美军未来或将远征发射系统 更多部署在亚太的消息 前不久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 在其官方社交账号 发布了三张 车载垂直发射系统的照片 并在配文中表示 美国海军在其欧洲责任区内 使用模块化的标准6发射系统 进行了相关演习 有报道指出 此次美海军对外展示的 是基于海基MK41 垂发系统研发的 陆基MK70远征发射系统 外界认为 未来无论是在诸日美军基地 还是关岛军事基地周边 远征发射系统亮相的频率 将会大大提升 另据韩联社援引韩军消息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将于本周停靠韩国釜山港 并于本月底在韩国东部海域 与韩军实施联合军演 此外 当地时间9月15号 在服役8年以后 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 科罗纳多号退役 转入储备状态 这艘舰艇曾于2015年 首次部署到西泰地区 持续了18个月 据悉 科罗纳多号 是美国海军退役的 第三艘滨海战斗舰 美海军计划在2023财年 再退役9艘其他滨海战斗舰 那么美军为何此时 又派出侦察机 对我进行高强度抵禁侦察 高调展示远征发射系统 美海军希望这种装备 在亚太发挥什么作用 美航母战斗群与韩军连言 将会引发怎样的连锁效应 曾在西泰搅动风浪的 滨海战斗舰接连退役 背后是否另有玄机呢 防务新观察为您解读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美军再次派出 RC-135由电子侦察机 对我进行递进侦察 那么从相关平台 发布的图片来看 这架飞机想干什么 从航机上去分析 大概两个意图 首先是恶意抵禁 从航机上看是紧贴海岸线 而且在中国中央飞行 对于中央目标 进行了高强度的覆盖 比如在焦州湾 在山顿半岛 也说明它对中国海军 包括基地建设 武器装备建设 包括训练高度关注 另外进入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区 也说明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关系 通过这架飞机 达到了非常高的状态 第二是力挺日本 因为中俄海军正在进行 远洋联合巡航行动 外方猜测 有可能是绕日本巡航 有可能是直抵阿拉斯加 这个状态下 日本会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美国的侦察机 在这个状态下进行抵近侦察 有可能是为日本打气 告诉日本美国就在背后 美国在周边的保护效果 和保护作用会达到理想状态 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美军舰机频繁对我周边 进行抵近侦察 对此我外交部国防部 都曾予以严正回应 那么现在故技重施 您觉得美方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说到抵近侦察 应该说这是一个老的话题 当然中方必须要进行回应 因为美方在抵近侦察的时候 目的很明显是针对中国的 也会对我造成一定的损害 但是这一时期 美军频频地行动 抵近侦察 恐怕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 还有政治战略方面的一些设计 确实对于日本 来表示一些支持的信号 是美军抵近侦察的 一个重要的目标 而同时大家也会注意到的是 当美国近侦时期 不断地强调印太地区 才是美国的战略的重中之重 强调与地区盟友 日本之间在军事上的 进一步的配合的时候 通过抵近侦察 收集更多的信息 对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 包括在日本进行一些 相关武器的部署 包括近期日本非常热议的 所谓中岛的部署 恐怕美方在战术上 是有些设计的 在战略上也有一些考虑 那另外近一时期 我们会看到 对于台海地区来说 也不安宁 所以除了所谓的挺日的信号 恐怕也有挺台的信号 尽管抵近侦察 从线路上来说 并没有靠近我们的台湾岛 但是对于台都势力来说 美军机的抵近侦察 往往是台都势力 进行欢呼的一个 所谓的重要的新闻 来展示美国向中方秀肌肉 所以美方的这一系列的行动 所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仅仅在这种实际的操作层面 恐怕对于地区局势 包括台海和东海的稳定 都会产生一些长远的刺激效果 那么根据媒体的解读 我们看到美军近期 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 所谓的远征发射系统 并且未来有可能会大量部署 在亚太地区 您怎么看 这个远征发射系统 就是美国美国海军 马克思要垂直发射系统 一个分散版本 你去观察美国的波克尔吉 包括提康德罗加吉 一般是以八组发射单元 作为一个模块 然后进行相互组合 有的形成32管 有的是64管 如果把发射单元掺分 分别发给 比如说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团队 形成本军种的远征发射系统 那么至少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灵活机动 因为它的发射单元 可以随意组合 按照以八作为一个基本单元 可以组成16管 32管等基本的打击目标 而且关键是它不再依托 大队位的舰艇进行输送 它可以用卡车 可以用其他的路上输送工具 快速在某一个地域 进行这种作战准备 通过运输机 包括其他运输方式 在指定的地点 形成密集的发射点位 所以今后美国海军 包括陆军以及其他军兵种 路上打击能力 凭借远征发射系统 会在距美国本土遥远的海外 形成快速的部署能力 那苏女士 我们关注到美军的航母 时隔五年再次与韩军进行连演 那美韩的这一行动 是冲着谁去的 又会对地区局势 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说象装武艰 一再配工 当美韩进行互动的时候 出动航母的时候 似乎的指向性是非常清楚的 是指向朝鲜半岛的形式 更多的是指向美韩所说的 朝鲜可能会进行第七次核事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配工恐怕也指向中国 可以看到的是美国抓住了韩国 对于自身安全有一些担心 绑定美韩之间的关系 把盟友紧紧地拉在自己的身边 恐怕那下一步是要针对 所谓地区大国的崛起 而并非仅仅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所以当这个象装武艰的时候 很明显地会对地区局势 产生刺激的作用 而另外呢 从这种战略上的设计 如果韩方现在在军事上 进一步地与美方配合 搭上美国的战车的时候 那能够保证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 恐怕目标会越来越遥远 那同时呢 与邻国之间在进行相处的过程当中 未来进行政策腾挪 保持相对平衡的可能性 也会进一步地下降 而这恰恰是美方希望 能够达到的目标 希望让自己的盟友 只能够选边战队 而无法进行政策的协调 那杜先生 我们还关注到美军呢 是退役了这个滨海战斗舰 科罗纳多号啊 那这款舰可是当年被炒作了 是亚太近海作战的利器 那么现在陆续退役 是否意味着美国 在海军装备的发展方面 又有什么新的动向 在美国大国竞争战略之前 美国海军制定的是棕色战略 就是靠近对方近海 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那现在看的美国海军战略 将会出现逆行 面对大国的远战武器装备 它要从棕色重新退到蓝色 进行新的所谓战略调整 那至少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大洋武器装备值得关注 美国海军正在建造大型航空母舰 正在进行闪电航母的快速改装 在远海地区作战能力 正在快速生成 所以认为如果与大国搞竞争 光在近海进行各种作战行动 还不足以伤筋动骨 如果能够在远海 对对方的大型海上编队 进行高强度打击 至少可以从战略上压倒对方 第二 美国海军的非对称武器装备 将会快速发展 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把无人装备 网络装备 包括其他智能装备 作为核心 作为重点 他认为传统的航空母舰 包括闪电航空母舰 都是物理极限上的挣扎 如果能够在无人 智能 小型 能分散几个概念上 闯出新的一些发展思路 那么至少它对传统武器装备的危害 将会大度提高 所以下一步我们感觉到 美国所谓的大国竞争海上部分 将会以远洋装备 以所谓的新型装备 作为核心 作为重点 所以边海战斗舰 在这个状态下不伦不类 所以目前高强度的推移 高速度的推移 说明美国海军的战略 正在发生重大调整 美国搅局亚太 身旁自然少不了日本 日本近期的军事动作依旧密集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据日美9月19号报道 日本防卫省已就设立 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 统合司令官 以及统合司令部方案 正式展开讨论 报道称此举目的是通过设立 专注于部队运用的职位和机构 来提高自卫队的快速应对能力 与此同时 根据日本共同社和日本经济新闻 近期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 内阁支持率再创新低 且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 此外 共同社还就美军 普天间基地 搬迁至边野谷地区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调查 近六成的调查对象 对此表示不支持 另一方面 近期备受外界关注的日韩关系 又有微妙情况 据韩媒报道 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 9月15号召开记者会表示 韩国总统尹熙悦 与本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将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弈 在韩方召开记者会 约两小时后同样举行了记者会 但却对领导人会谈一事回应称 还没有做出决定 此外 9月11号至17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 在安达曼海至孟加拉湾 实施联合训练 日本方面出动了出云号和高波号 印度海军则派前驱逐舰 护卫舰潜艇和战机参加 那么日本方面 设置所谓统合司令部的目的是什么 日韩领导人会面的消息 双方表态为何大相径庭 日本联合印度 在印度洋东部练反潜 目标优惠是谁呢 防务新观察为您解读 好 请教杜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日本方面呢 是想要建立一个 能够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 统合司令部 您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 这个司令部呢 就是高强度的指挥 不同作战军兵种的一个权威机构 像之前呢 日本也有陆海空 不同的幕僚监部 一共四幕嘛 就是陆上的幕僚监部 海上幕僚监部 航空幕僚监部 再加上高级干部幕僚监部 而且每个幕僚监部 对国幕僚长 目标就 我自己指挥 我在陆上海上空中 我们之间相互不隶属 而且也没有关系 等于在日本的防卫力量中 盖了四个炮楼 但日本认为 这种作战能力 与美国联合作战有重大差别 如果在未来的作战行动中 有联合作战 那么相互隔绝的状态 不利于联合进行指挥策划 包括各种火力打击 那如果成立一个统合司令部 这样呢 就可以在四目基础上 对所有的军兵种 进行高强度的指挥 而且是高权威性的指挥 这样就类似于 美国的战区司令部 战区司令部 它的名义是 你只要进入战区作战 都会给我指挥 不管之前隶属关系是什么 这样呢 日本的指挥关系 就会与美国高度接近 所以今后的联合指挥关系 会很顺畅 所以这个统合司令部 基本上能够把不同的 这个自卫队进行统一分配 而且在不同方向上 能够形成联合作战 所以之前那个各行其事 包括不同的自卫队 按照自己的发展思路和行动 展开作战训练的格局 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所以目前看呢 这个司令部 和之前的幕僚监部相比 权威性更强 由于有了这个统合司令部 和统合司令官 现在的幕僚监部 就是一个参谋部 而且是不同军兵种的参谋部 所以下一步呢 还有可能在统合幕僚监部的基础上 形成一个能够覆盖 不同防卫类型的一个情报系统 这样呢 对于联合指挥 联合情报 联合行动 三个联系关系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那孙女士 之前的节目中呢 我们讨论过日韩关系 或将回暖这样一个话题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 在领导人在联大 进行会面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呢 日韩双方又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确实在高层 尤其是领导人 见或者是不见的问题上 一般的操作呢 是双方达成共识之后 会共同发布信息 这当然是一种比较和谐的状态 但是呢 如果有一方先抢发消息 而另外一方呢 进行跟进 这本身也并不失礼 但是呢 在日韩领导人 见或者不见的问题上 很明显 韩方发布消息之后 被这个日方当场泼冷水 那以至于现在呢 韩方呢 某种程度降低掉门 所以从这样的一系列的 微妙的细节当中 我们可以有一些总体的判断 首先呢 关于日韩关系的走进 肯定呢 美国在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拉拢的作用 尤其是在6月份 我们看到在北约峰会上 美国是把日韩两国的领导人 拉在一起 搞了一个小三边的峰会 尽管呢 只有25分钟 但是至少呢 三人是同场 对于美方来说呢 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从现在日韩之间的 别别扭扭当中 我们也会看到 强扭的瓜不甜 美国尽管发挥拉拢的作用 也并没有使两个盟友 能够兵士前嫌 能够握手言和 那同样呢 近一时期大家会看到 韩国对于修复韩日之间的关系 是不断地主动地 放出一些积极的信号 伸出橄榄枝 甚至呢 在与日方修复关系上 韩方呢 也在发布一些相关的消息 但是呢 对于韩方的橄榄枝 大家更多地看到的是 日方根本不接 包括在谈到修复关系的 问题上的时候 日方一再强调的是 韩方主动修复 那韩方应该承担起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所以对于韩日关系来说 下一阶段如何走向 我们现在应该说 已经有了一定的预判 但是呢 在这一系列的别扭的背后 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 这种尴尬的现象背后 可以看出的是 美国在打造地区 同盟体系的过程当中 日本对于自身的定位 是有较高的评估的 也就是说 在他看来 即使美国打造同盟体系 美日韩三方放在一起 日本并不是所谓 等边三角形的一角 而希望呢 更多地与美方之间进行沟通 坐稳二把交椅 而把韩国放在 较为次要的这种位置 所以从近期 日韩之间领导人互动 等一系列的细节当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 未来美国要想构建 地区同盟体系 恐怕盟友之间 排座次的问题 也会是让美国 头痛的一个问题 那请教杜先生 我们还关注到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和印度海军 近日在安达曼海 至孟加拉湾海域 进行了一个连演 终点演习的科目 是反潜 目的是什么 这个点很特殊 实际上就是 马拉雅加海峡的吸口 而且印度在安达曼尼克巴 也建立了自己联合司令部 我想在两国 进行反潜训练的过程中 美国一定在背后 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果美国通过 各种情报体系 包括美国的反潜指挥系统 对两个国家 进行统一控制 那么说明 在作战过程中 它的情报体系 包括反潜作战能力 能够高度融合 再加上这些年 印度反潜武器 装备的主力姓美 像PYI 基本上是从美国大量引进 另外其他的反潜武器装备 也跟美国有着 某种血缘关系 那日本反潜装备 基本上都姓美 或者是美国改造 或者美国复制 如果日本 印度 联合进行反潜作战 释放了这样一个信号 它在东海地区 在太平洋方向 有日本的反潜作战部队 在印度洋方向 有日本 印度的 联合反潜部队 那今后呢 大国的潜艇部队 无论是向太平洋方向的机动 以及向印度洋方向的训练 都有可能处在 两个国家的 严密坚持范围之内 近期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 访问亚美尼亚 外界认为 美国再次把手 伸向了俄罗斯的后院 我们来看短片 当地时间9月17号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 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 对亚美尼亚进行首次访问 第二天 她公开谴责阿塞拜疆 对亚美尼亚进行攻击 阿塞拜疆外交部同一天回应称 佩洛西的相关言论 是毫无根据的 不公平的指责 不可接受 据报道 佩洛西成为了 自1991年以来 访问亚美尼亚的 最高级别美国政客 佩洛西还声称 本次访问是一个 强有力的象征 表明美国对亚美尼亚 以及高加索地区 稳定和安全的坚定承诺 另一方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今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通话后表示 我们离战争结束还很远 停火遥遥无期 俄美9月18号报道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希望美国对乌提供坦克 以此来给德国树立榜样 报道指出 早前德国方面决定 不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这引起了基辅的强烈不满 因此乌克兰希望美国提供坦克 并促使德国做出同样的决定 近日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 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时称 欧盟在如何处理 俄乌冲突方面 没有真正的战略 一场代价高昂的新冷战 正在欧洲上演 那么俄乌冲突背景下 美国政客访问亚美尼亚 有什么意图 乌克兰为何如此想要德国坦克 美国又是否会如乌克兰所愿 给德国打烊 所谓代价高昂的新冷战 又将给欧洲带来什么呢 防务新观察为您解读 好 请教宋女士 当前局势之下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 访问亚美尼亚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说到纳卡冲突 说到亚美尼亚和埃塞拜疆之间的关系 再一次出现短暂的失控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俄罗斯通过 外交上的强势的施压 使当前的局势某种程度是止损的 在这种情势之下 美国反而有众议院议长 去进行访问 大谈所谓对亚美尼亚的这种支持 这样的一种动作 本身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反而会造成矛盾的进一步的激化 但为什么要选择当前的时间点 尤其是在俄罗斯发挥作用之后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 反而要去进行访问 要去进行挑拨 很明显的是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看到俄罗斯在一系列 重要的地区问题上 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当然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的 那另外美国更不乐见的是 俄罗斯的周边 能够实现更多的稳定 而并非发生更多的冲突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 仍然在延续的情势之下 美国更希望俄罗斯的周边 有更多的所谓的着火点 甚至火烧的失控 那对于俄罗斯 会造成更多的牵制 不管是在外交资源方面 还是在安全军事方面 都可能造成俄罗斯更大的负担 所以这一次的山峰点火 拱火之旅 就成为了佩洛西的直接的目标 而从俄罗斯进行判断来说 佩洛西选择此时来进行点火 也并非是突然发现了 亚美尼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发力点 而是在当前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 佩洛西有国内政治的考虑 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亚美尼亚裔 在未来中期选举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更多的支持民主党人 这恐怕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美国民主党人进行的算计 所以这个时候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看到 对于佩洛西的访问 俄罗斯多次发声 强调这一次的访问 不仅仅有非常强的 针对俄罗斯的敌意 同样也是美国运用地区问题 来服务于自己国内政治的一次体现 那杜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 希望德国对其提供坦克 而且希望美国先提供坦克 给德国打个样 那你觉得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得到了坦克的话 会对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 乌克兰现在向美国和西方国家 索要主持坦克 目标是在地面获取优势 他认为如果对强大的俄军装甲部队 能够形成优势 这样在整个作战行动中 会出现十字路口 会出现逆转的某种倾向 但目前德国的态度很暧昧 他这么说的 第一呢 我不带头 第二位不落后 所以很矛盾 但是呢 也符合德国目前的一个基本利益 鲍尔主持坦克目前 在欧洲地区享有剩余 号称是欧洲坦克 你去观察 在欧洲地区 几乎没有其他型号的主持坦克 美国目前正在乌克兰境内进行策划 就是让一辆进入到乌克兰的俄罗斯坦克 面对90件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装备 基本目标是 让进入到乌克兰的俄罗斯武器装备 有去无回 如果在这个状态下 大量引进了这种性能 优异的三代主持坦克 那么对俄罗斯地面作战部队 所构成的优势 将会进一步增加 那苏女士 我们关注到欧洲国家前领导人 今日表示说 一场代价高昂的新冷战 正在欧洲上演 那么再联系到联合国秘书长 此前表示的停火遥遥无期 您觉得欧洲方向未来 还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我们首先要看到 现在欧洲内部 尤其是从欧盟的成员国来说 对于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对于形势的判断 出现了更多的反思 同时出现了更多的担忧 其实现在应该说 欧洲方向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即使俄罗斯希望以 闪电战的方式来获得成功 但是现在变成了一场 长期的消耗 但并不意味着军事上 俄罗斯会改变既定的目标 俄罗斯也多次强调 特别军事行动 是一定要实现既定目标的 而另外他们会看到 当俄乌冲突不断延续的时候 恢复安全军事上的重新的平衡 寻找解决冲突的出路 可能会变得路径越来越狭窄 那么同样对于欧洲未来的发展 可能留给欧洲的选择 也会更加有限 使欧洲陷入深层次的危机 不仅仅有军事安全方面的危机 还有能源危机 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 乃至政治危机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欧洲现在正在进行 预期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也是欧洲 对于冲突不断地延续 难以找到出路 表达担心 对于当前形势进行反思 背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同时大家会看到的是 美国仍然在不断地煽风点火 仍然不断地促动欧洲盟友 在反俄方面继续前进 加重欧洲的痛苦 来获得美国的战略目标 仍然是美国所进行的设计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